好 正如剛剛大家講了很多重要的東西 去到埋美的一個結束的發言 講些什麼呢? 講一些感性一點 哲學一點的說話 我記得我去投入社運的時候 第一次做文鎮的召集人 我都問過一個前輩有沒有什麼忠告給我 他跟我說一個很舊的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六野仙蹤》 他們說有稻草人 有機械人 和獅子 代表著三樣東西 良心 智慧 和勇氣 有一個前輩問我一句說話 這三樣東西 你覺得哪一樣東西最重要 哪一樣東西最不重要 然後他說 當然是三樣東西都有 但是他說這個世界很多時候 不是三樣東西都有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取捨 那大家怎麼選呢? 我覺得這一個就是一個問題 去到現在 我當然有一個選擇 我覺得做一個政治的運動 有很多人跟我說策略 應該怎樣做 應該怎樣做 應該要升級還是不升級 不停跟我說策略 但是二百個人有二百種不同的策略 我有時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些人就跟我說要有力量 就是怎樣去顯示出我們是可以壓倒食 那我們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呢? 他現在就是有權有勢有錢 就是誰帶誰落誰正確 我們又是不是要這一樣東西呢? 去到最後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有良心? 在這個我想講的時候 就是說在政治運動裏面 我覺得意志比策略重要 策略我們很可能會 智者千類必有一失 但是我們會不會在最逆境的時候 我們仍然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這個是意志力的問題 良心比力量重要 我們常常都以為自己好打得 但是我們再打得的人都有累的人 但是我們有良心的話 我們可以號召到好多人 跟我們一起同行 香港是什麼呢? 是整個地圖裏面 你找一支針刺下去 都已經超出了那個針孔的範圍 已經吸引了香港 這個人在家了 謝謝你 香港真的什麼都不是 但是為什麼今天我們會見到 歐盟28個國家會出外交召喚 為什麼英國和加拿大會外上 會出一個聯合的聲明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去支持香港 是因為我們香港人 正在憑著良心去講道理 所以去到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這場仗守不守得住啊? 引渡條例如果過了怎麼辦啊? 不要理這些 不用理這些 因為只要堅持我們的良心 堅持我們的初衷 我們去到最後 永遠想不到的時刻 就會有助力出來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人打仗 而是全世界跟我們一起打 那我的原則我們的初心是什麼呢? 我做民間人權正事的召集人 我發覺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幫我想了這些問題 為什麼我們全世界去講的 就是人權 為什麼全世界告訴我們 法治這麼重要 人權的重要是在講 無論你是中國人 美國人 外國人 白種人 黑種人 黃種人 你是有錢人 老子人 無論你是什麼宗教信仰 我們都應該有 一模一樣的權力 一模一樣的權力 我們的尊嚴 是不會比其他人高 也都不會比其他人低 這個就應該是我們的原則 法治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有一個規矩 任何人去到法律面前 我們在程序上 和在受到的保障上面 都是一模一樣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原則 我希望 未來香港的路怎麼走 在2047年之前 我們香港是怎樣都好 我希望香港人 是持住人權和法治 兩個原則 用我們的良心 去打好每一場仗 勝負 其實不是去到最後 我們沒有人計得到 我記得李柱銘曾經 跟我說一句說話 我前面問他 會不會搞得到 他回答我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你信不信天主的 我說我不信 然後說 Martin跟我說 不要緊 我信就可以了 他說 以前上帝會找火燒死那些壞人 現在上帝不會 上帝會令他們做錯事 講錯說話 上帝會安排好多的人 在你身邊 去幫助你 你見不見到 你看看李家超最近講些什麼 經常都講錯說話 田北神都無端端 講錯說話 是不是 你要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天主在 但我相信 只要堅持我們的良心的話 我們會看得見希望 我們會看得見奇蹟 就是我都很希望跟Margo 學習就是 在議會裏面 無論我站在什麼 議會內還是議會外 我們都是拿著同一個標準 同一個原則 無論對著有幾 就是有力量的人 我們都是講著同一班的說話 堅持著我們的原則 我們會希望我們各位香港的市民 不單止六四 不單止六月九號 其實 在未來每一天 我們的生活上面 我們要堅持著人權 和法治的原則 去做好我們的每一件事 去守護著我們的香港 因為如果香港 我們沒有了人權和法治的話 其實我們和大陸是沒有分別的 是不是 所以只要我們堅持著人權和法治 你怎麼踩下來 全世界都看到的 是個政府衰 是共產黨衰 但是 香港人是無辜的 是不是 是 希望大家努力 好 那麼 陳議員 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 那天 六月九號遊行 你猜到大約後 有什麼事情要提一提大家 因為大家都預料了 六月九日 我們一定是面對很大力的阻撓的了 我們也都相信六四之前 警方不會給到北反退工資料 警方那天要冷靜 是 我們的說法 首先第一件事 我估計警方一定是堅持 我們要入維園草地 也都堅持只是開三條西行線 加兩條電車路給我們走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超過三十萬五十萬的人 那就是說 我們真的有可能要在維園草地那裏 等五六個小時才有機會出發 如果你是行 就是你願意等 你願意入來的話 帶好你們的涼水 入到來 去慢慢去等 如果你覺得我年紀其實是比較大 也不是很方便 或者我帶著小朋友的 不要緊要 你在銅鑼灣 在灣仔任何一個地方 慢慢去加入我們的遊行隊伍裏面 就是我們最緊要的是和平 因為我們不是要告訴林鄭 我們有幾惡 我們不是要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香港人有幾惡 我們是要告訴這個世界 我們香港人就是憑著我們的良心 憑著我們的良知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去努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出準備 用最和平理性的方式去出發 那天有可能真的起步 照到11點12點晚上才可能出發完 但是我希望大家無論幾點出發 和我們走到終點 走到最後一步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做這個努力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 剛剛Margaret都說了 6月9號不是Endgame的 如果真的田北辰說的說法是對的 6月27號是表決的話呢 那就是說我們再前一個星期 6月17號呢 不能不做事的了 還有6月12號也是上大會的 沒錯 上大會是否立即會有一些大型動員呢 民陣我自己個人分析呢 沒有需要的 我們都會在外面盡量做一些直播 看看怎樣 給由離島的人來 如果要大家兩三個星期出來 每天去行動呢 我都知道辛苦的 那我希望呢 就是選擇這個日子 我們一起包圍我們的立法會 我們用我們的人數 再向全世界告訴全世界 我們香港人是很在乎這個引渡條例 我們是反對引渡條例 但是有一個我沒有辦法計算的就是 如果真是審議的話 很可能是閒隱來的 很可能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因為我相信 梁君彥都很怕星期六開會 又很怕夜晚開會的 因為他知道我們這些人是可以出來的 那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大家是不是預了為我們的香港 可能請一天假 請兩天假 是要到立法會的外面 是監察著我們的議會 給全世界看到我們香港人的聲音 那這個就是要大家的選擇 但是後面的東西 民政會盡快去計劃 盡快去安排 就是我雖然說 就是良心比策略重要 宴致比策略重要 但是策略都是很重要的 民政一定會好好地 和每一個持份者去溝通 找最好的時機做最適當的動員 但是我希望大家 首先6月9日一定要出來 之後的看著民陣的Facebook 上Facebook打民家人權陣線 或者去看電視 看新聞的時候 都會見到民陣的動員 如果那一人是走著的 我都呼籲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是準備要請假出來行動 因為如果香港人願意 或是一個議題不上班 其實對政府來說 是一件很震撼的事 他可能是不聽 但是他可能都會很害怕 因為香港人是出了名 喜歡上班的 我希望大家和民陣 打好每一場仗 無論輸贏 無論結局是怎樣 不去到最後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 所以我們一定要 聽好這場球 打好這場仗好不好 好